駕駛方慢速度倒車 因为角度很窄 没办法一次就进去 于是往前开 调整好方向 再慢慢后退 仔细看白车后车厢 似乎也忘了关 好不容易把车停好 这时出现另一辆黑色轿车 驾驶一下来 直接到操控台按钮 下一秒机械车位立刻下降 直到看不见 但白车驾驶人还困在里面 男子似乎发现 呆机大丢啊 跑回车上 一次拿了手机就离开 明明升降就在眼前 怎么会没看到人 如果站在车道上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就算地下室光线再昏暗 透过挡风玻璃 还是可以看得到 驾驶人到底有没有在车内 事发在17号晚上8点多 机械式停车场地点 疑似在高雄 黑车驾驶当时停在转角 等待车位 不确定他是不是 也要停同一个位置 只是白车车灯还亮着 代表车子还没熄火 照理说男子有看到 为何要把女驾驶 关在里头 恐怕处罚 假设该名男子 在明治车辆上 还有驾驶人 在的情况之下 仍直一将机械车位降下 恐触犯刑法上的强制罪 最高是可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不小心 还是恶作剧 影片流传 引发讨论 律师说这种行为 可能有刑责 只是停个车 驾驶眼前 从明亮到全黑 恐怕心里也想着 怎么会这样呢 TV新闻高脚黄金翻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